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環難實在是指的一些交易政策啦 但是我在這邊 你把它當作在這邊聽故事的 來這邊聊天 不要把它當作上課這麼演出 其實你們會覺得說 好像讀了國中三年 眼看著回來剩下九個月 你怎麼樣走這一道路 那今年的時候 我來到你們這邊的時候 那時候只剩下大概四五十年 那你們學長學姐我是盡量跟他們講說 能拿的分數就先拿下來 今天我一樣會跟你這樣講 可是因為你們時間比較長 你們的作戰策略就會不一樣 那我為什麼要來講理想 因為我對你們這邊的學生有一份期許 因為我們在西部大陸會區裡面 我們看到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現在那邊的小朋友他們是不知為何而戰 那我告訴他們這就是你們的機會 你不要覺得讀書是吃虎 我跟你們講以前我們是小鋼匠 我爸爸是開門計程車 我媽媽是那個美髮幫人家洗 所以頭髮 那當時我也有一種感覺 跟他們拿錢拿去東西 那一種最後一個 可是不補好像都跟不上 就是覺得神經就會跟不上 我告訴你那是錯誤的想法 你會覺得說我們在花蓮 對不對 那我難道我們就一定要 我們講說任命 沒有這回事 命你是自己確定的 必要令你 你找出方法 找出你的理想 朝著它走 你們大家 我去年 今年才跟你們 年初再跟你們學長講 30年後 如果我還活 今年才25歲 應該還會 欸 什麼屁 都已經 不要亂講 女孩子講這句話 好 來 很簡單 我告訴你 我希望30年後 我們的總統 是我們 我們 我們當時 滿清教後山 我們後山的 同學 你說有沒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因為你們在這邊 你們的身心健全 隆老師那西部的 都是身心不健全 對 他們都有點身心障礙 自私之利 什麼東西都是提自己想 你們在這邊活得很快樂 台灣需要這樣子 正身心健全的人 來引導 所以好好自我齊全 不要看清自己 真的 你們現在隨便 你到 那個現在的國中 媳婦的國中 你抓 來 踹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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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跑步跑兩圈 你陪陪踹鼓 他們叫飼料機 你知道嗎 第一個 我問你 你要做任何的事業 一定要是什麼 體力 我告訴你 人有三樣東西 撞不了 哪三樣知道嗎 腦袋裡面的東西 你腦袋裡面沒有東西 我告訴你 跟你相處久的 你表達出來了 還有你的演員 你的知識 都會告訴你 告訴周遭的人 你有什麼樣的學識 什麼樣的才識 你看那個電視上那些 演藝人員 我告訴你 你看他的演習 你們不要被那種 光鮮亮麗的外表騙 我上個禮拜 才選參加那個 女美的一些 哇哇哇的錄影 我隔壁做的是 後來是我們助理跟我講的 我隔壁做的那個 女生做什麼媒體工作的 她全身都是假的 她跟我講的 我說啊 是真的喔 她講話 她真的跟我講什麼 但是 你會說 老師這樣好啊 你看人家光鮮亮麗 我告訴你 人的價值還在這裡 你今天你腦袋有沒有東西 你等到你要用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所以你不要千萬不要被外面的媒體講 啊讀書沒有用啦 讀書 讀到開大也沒有用 這個都是不對的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在座子有沒有打棒球呢 有打棒球的舉手 沒有 好像有一個簡單的問題 全台灣打棒球的人口有多少 從以前紅葉紹棒對到現在有多少 你告訴我 出幾個王建民 一個 在大聯盟裡面 在大聯盟裡面 喊得出名號感 我跟熟知有勝 你不要每天做這種牌子 我不是說你不要努力 如果你有這樣的天分 你是千里馬遇到柏仁那我祝福你 一樣的到老 做麵包的有多少人 出幾個吳寶春 吳寶春是我們台灣教育體系出來的 他本身他最大的特質就是什麼 這幾個人的特質都在於 不是沒有讀書喔 不是沒有你不要搞錯喔 是他們本身的人格特質 吃苦耐苦 他們要不要讀書 你問吳寶春 讀書中不重要嗎 我到什麼時候才想念經理 你知道嗎 就有一天 所以我真的還要感謝這個老師 我剛好在旁邊 坐在床圖旁邊 然後真人不像娘 他就在反數 那是我的老師 我前兩年他也會去找 找過他 他就走到我旁邊來 他其實那句話是在激勵 我知道的 我後來才知道他原來 他就跟我說 你看 你不用擋 還有台語講 你不用擋 差不多了 那一年了 不意吧 蘇柯仁蘇柯仁 想當年 我也是翻唱 第一名 第二 然後我告訴你 我就一口氣 我逃了 我當時三個月 那個 不要讓你忍齁 我的前提 你不要相信你自己 我告訴你 在座的各位 有沒有那個 小時候 脫殼 發高燒 然後有燒壞的症狀 有沒有 請舉手一下 有 有腦殘的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我現在拿一千塊 你去身邊一任人會不會買東西 喔 超未滿喔 對不對 還會開始計畫 明天後天去看電影做什麼 這就是智商嘛 對不對 我說老師 他讀書好痛苦耶 我告訴你 那我們的教訓 是因為你們沒有辦法 才會教訓 對不對 今天幾 明天忘 數學算了 等一下 2加3 1點5 加錯 一點成就感都沒有 對不對 一點成就感都沒有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才會一直 一直有挫折感 然後一直 沒有辦法 所以我告訴你 今天來 你把心情放輕鬆 告訴你 怎麼樣 毒素毒的快樂 分數拿得到 分數拿得到 就一樣 今天你教我慣 每天練籃球 叫我慣啊 你回去給我試試一下 我連難關都摸不到你叫我慣啊 一樣的道理啊 對不對 我今天 你們沒有學到這個方法 我就叫你 蛤 就給你做了一個夢 明年 我們去考建宗 搞真心啼笑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啊 我今天告訴你這個方法之後 我不是說我告訴你這個方法 明天 你每一顆 都一把 每一顆都求這幾分 沒有這回事 只是告訴你方法 然後你卸下來 就要靠你自己的決心 自己的毅力 最重要的是 是你本身的態度 你想要 以後當什麼樣的 很重要 你以後想當什麼樣的 我舉起來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今天我在這邊演講 我今天坐在這邊 我在拿麥克風講話 是因為 我活動的第一次說 我以後就是要拿麥克風演講 不是 你們在座的各位的未來 沒有人可以給你端定會 做什麼 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你今天說錯的每一件事情 會影響到你未來的發展 你不要小看這些事情 我就是因為那三個月的底子 我上了熊中之後 我發現 原來我靠上熊中是運氣 我裡面有一部分東西是上市記憶 跟同學 我那時候輪得好緊 我進去 第一次月靠 倒數第二名 後面一個是 他去月靠 倒數第二名 我怎麼會這樣 如果當時我如果有 自暴自棄的話 我告訴你 以我們的聰明才知 要趕快是很簡單 我說我現在就不會是站在這裡 這現在絕對不會是蘋果日報 包45歲去圖見宗 他包醜了很多 包20歲 那我來不示廣告 我會告他 好 然後 去圖見宗 我可能 就是在711門口 你有沒有看到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失智老人 失智小孩 不是 是那個十大衝擊要 可能派遣十大 派得進去 為什麼 因為 以我們的 壞點子 以我們的 壞腦筋 以我們的小聰明 要幹這些壞事 其實不難 可是 你今天就是在 你當下 你要決定 怎麼做 如果你們現在開始 你就覺得 我沒有起碼 自暴自棄的 在華蓮 所以我本來就是應該考慮 我本來就應該 我告訴你 真的 你就會這樣子 你就會變成這樣子 換個角度想 衝一衝試一試 我又不會掉一塊了 因為 我跟你講啊 沒有人說 爸爸媽媽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就要變成什麼樣子 後半輩子 DNA他們 那23隊在這裡 他們已經給你了 你改變了 可是你也可以改變 你的後半輩子 在於你這一顆心 有沒有確信 就這麼簡單 如果我今天 我是郭台銘 來家長在說屁會 我以前啊 我多辛苦啊 多辛苦啊 你不要聽那個好人 為什麼 成功的來跳 就是 對不對 你叫那個 在那個台北街頭 睡覺的那個 流浪漢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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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要求你 要求你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人 是因為他背後的一個餐館過程 所以你們要聽這一件事情 你看到這個人成功的 你要用他背後的 努力 他們背後說吃的 你們都是怎麼樣 直接想要跳過去 啊 明天就可以成功劍 明天可以成功劍 明天可以成功劍 哇 這個是不可能 所以以前跟你國小講這個東西 你根本聽不下去 可是眼前你們剩下九個月 人生的第一關 你就要決心 再怎麼辛苦 我會要第一關 我要先爬上去 在這個同輩之間 我已經爬上 比同學更高的高度的時候 你的夢就會越來越緊 不然的話 我找到可以 迷迷糊糊的畢業 迷迷糊糊的長大 你就迷糊糊的和你成功 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場演講 不要太嚴肅 我也不是要跟你說教練 也不是要告訴你什麼 只是告訴我 下半輩子 你要怎麼活著這 這八個月 很關鍵 很關鍵 你不要等到出社會了 讀到很難的學校 對不對 然後又擔心未來沒有照落 然後開始搭工 然後變搭工的時候 我就想要說 蛤 我在長的時候 那時候要工作 不容易 一旦你去工作之後 每天累了 我去健身訓練兩天 就像你們坐在這樣子 我這樣光是坐 坐兩天 晚上就過好睡 回到家裡 就有點大 累了 光是上課 聽人家上課 就 就這麼累了 那我問你 你現在每天出去外面工作 齁 如果還坐冷靜 那還好 如果去外面喔 幫忙什麼 齁 扛東西的啦 像什麼 送外...那個... 外低的這些 然後打工 然後便當店裡面啊 幫...送飲料的這些 你回到家裡 你還想要工作嗎 你還想要再重新上進嗎 這八個月不能做 懂不懂意思 所以... 剛開始 喳喳 那麼... 一般氣包 他都安靜一喳喳 還沒打 只是告訴你 要做自己 那我們現在來看 那你基本決定是用 不要做自己 當然基本決定是用分數 我...我今天要來之前 我本來是想要聯絡 我們那個... 我們之前在那個屏洞 他好像... 不知道是... 排關組還是入開組 我不知道他... 我要問他 後來他沒有 他也是... 他考級一點基本權以前 他本來不敢做 可是... 我們... 裡面都有很多小朋友很優秀咧 我怎麼可能考得上熊 不知道說那一件事情 考得上考不上 成績出來 讓電腦去決定 你就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該先答R姓規 放下心安 那個... 考得上考不上 不是你決定的 你想就根本沒有用嘛 你想考得上就考得上嘛 你想考不上就考不上嘛 所以你們十幾歲小朋友 都會想那些 簡單的來講 完全對事情 沒有任何幫忙的事情 解駡型公關機 扎扎實事 宴前 該做的事情做好 他今年 考340幾分 那... 因為你們有考照片的 他上學了 他在我的Facebook裡面 他也有跟我... 跟我道謝什麼的 我就覺得說 我... 今天我走到哪裡 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告訴我們 這些小朋友 你們每一個人的年紀 都比我女友小 對不對 我希望我們這一代 將來出社會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 對自己雄有成熟 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裡 了解嗎 我不是來說教導 你不要擔心 我只是把我親自的感受 故事告訴我 那你說老師 啊... 國一國二很混 人家剩下八個月 真的有救嗎 基本懸念測驗跟以前連考的一樣 以前連考可能就是 選擇啦...什麼國文 還是主事啦... 注音啦... 翻譯啦... 一大部分 那數學還有什麼 計算題... 證明題... 填裝題... 那考七百分年年代 現在都是ABCD 那ABCD 你只要把 對的... 改變的... 整理出來 把它唸好 我告訴你 沒有那麼難 只是因為你們之前的 觀念覺得說 啊... 我想認識他 他不認識我 就這樣子 這都不對了 你們現在已經 大概... 慢慢長大之後 就會有這個 欸... 你們有沒有去看 喔... 那一年我們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還沒看 看到嗎 看到嗎 那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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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就好 好... 就把東西的東西 如果有人看的話 它變成人質 那個是賺錢的啦 沒有騙你啊 欸...我講完之後 你會覺得 我不是在批評他喔 是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商業的東西 我現在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今天... 我... 我也沒有跟你說任何錢 我要告訴你的是 你腦袋的東西 未來讓你去賺幾百萬幾千萬 今天... 如果... 我換成... 多次想 沒有他那麼帥 也沒有他那麼年輕 你們一定會很嗨 嗨... 可是... 他在幹嘛 他在騙你們的青春 騙你們的錢 不然是我喜歡被騙你 這樣子我好滿足喔 這就是... 少女情懷總之事 你現在問你媽媽 當時他...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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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做什麼 你懂嗎 你不要把青春 歲月 金錢 放在這些混蛋身上 他在騙你的錢 你看 錢給你之後 他買 好的車子 好的房子 等到你沒工作 你沒飯吃的時候 羅子翔會不會跟你講什麼 咦 妹妹你有買過我的豬肉汁 來 我兩百塊給你 如果會的話 我可以給你一點 兩萬塊 你懂不懂這意思 因為我們大人的社會 很機車很賤 我講話聽一點 貝哥哥 怎麼賤法 我當然要到處 轟支一個羅子翔啊 把包裝很像神 我剛才羅子翔都在做大便 你問他說 我們... 七七抗戰民國景點 他覺得講不出來 路老師 唱歌用考這個 你叫他寫字段 就好 羅子翔 會唱歌 會跳 那接下來 我告訴你 羅子翔是這個時代的人 我們那個時代的人 也有他的時代的人 這些人都在幹嘛 你看喔 十一 祝 禦 樂 他是排最後 在我們古代跳唱 祝 這個時代因為煙倒 那你們會覺得 老師 可是人家巨星呢 賺很多錢耶 我跟你講 那個東西 你只要 你現在開始好好的念念 把你的腦袋裝好一點 我跟你講 你的發展卻能比他更大 你這八個月 先把這些主謂的偶像 當做垃圾 你要搞很好 我要比你更好 以後 我是人家 底下我的學歷學名的偶像 你這樣做就對了 追逐偶像的人喔 我會有什麼前途啦 我沒有騙你啊 你要追逐自己 讓自己變偶像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讓自己變偶像 因為人的年輕只有一隻 我現在雖然會建築 我能不能再變成一隻 十六歲 十幾歲 不行 就是這麼限制 懂不懂我意思 所以你們千萬千萬要記得 清楚 你們 你們現在是 最 人生最黃金的時代 你必須要在這時候 讓自己全身充滿了什麼 才能 充滿了才華 充滿了智慧 充滿了智慧 你千萬千萬絕對 不要走出這個 奉陵國中之後 這是一個軀殼 拿來一張紙 奉陵國中 不然的話 你真的 你對未來的 後面還有二三十年 你會覺得 你知道我什麼 所以我今天啦 今天晚上 我就是要叫你賺幾百萬幾千萬 幾百萬幾千萬 幾百萬幾千萬 真的 那一堂驗獎沒有跟你做半好錢 可是我要叫你賺幾百萬幾千萬 那幾百萬幾千萬 從哪裡開始 先從明年的考試 把分數拿回來 對不對 在座的通訊 叫什麼 今天如果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很多同學 你們都會覺得說 我現在如果更好 我不要 我現在趕快去工作 我多好 我告訴你 這些都不要去想 我現在只要問你都問你 同學 我問你 現在假設 我現在舉個簡單的例子 今天我假設 我給你一個母牌 我也有一個讓你上節目 現在馬上 來 你現在馬上 來 大家鼓掌一下 會 你現在就讓你現在馬上 機票好 就國家好大 你怎麼國家 你會撐點 你要去洗飯 你想要做什麼 你現在要做什麼 你現在要做什麼 鑽糖都可以菜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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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什麼 工作 鑽糖都可以 好 什麼行業的老闆 等一下 我現在跟你講 這個就是 開始你要知道 你要做夢要做的開始 如果你每天回去 你這樣子想 你就知道了 做很多夢 做 叫你多錢的老闆 什麼 你 好 百貨公司 好 那我問你 你一聊不見 而且百貨公司賣什麼 你是不是要去學衣服 那你要學衣服 要知道衣服的流行 衣服的 時尚 衣服現在流行什麼 對不對 從哪裡知道 雜質 那你雜質怎麼看得到 那你要跟誰接觸 你怎麼樣進入到這個時尚界 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 你要學 回過頭來 你是不是一定要都 不跟始終有關係的可行 那你現在 告訴我 你現在哪個學校要 好 你意思嗎 好 請坐 所以我告訴你 所有的夢 你可以做 你幫你 為了要做什麼 拉丁門 你開始有後悔 最後的關鍵在哪裡 明年 那一張成果 有沒有道理 覺得有道理 我覺得有道理 歡迎大家 下集 歡迎大家 請坐 大家誰說 來 我讓你知道什麼叫不去的感覺 歡迎 來 來 來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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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 10 歡迎 回參加 開 blades 沒有人家跟他腳跪著 我們是在那個帶子來 一定要誤會來看 他這個動作是做什麼動作 他有把這個抬起來 他有出力氣 可是當他出力氣的時候 這個東西沒有離開地面 好 你先坐 什麼叫不舉 很簡單嘛 不舉就是什麼 沉在底下 來 簡單的想法 來 你把這個拿起來 拿起來 舉高一點 好 我現在給魔術他隱形了 看到他的是笨蛋 有誰看到他 舉手 沒有 他還抽 你告訴我 他現在是什麼 是不是漂浮在上面 這就叫舉嘛 挑我 這什麼感覺 蛤 什麼叫舉啊 就是 足夠的力氣把它抬起來嘛 所以 你只要 記住 什麼叫做舉不舉 好 螢幕 閉著眼睛猜都可以猜得來 基本學歷車禮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考到吊炭中間的 對你們來講 你們不用去研究 你只要搞清楚 你只要考到浮力就舉不舉 那問題 你剛剛出多少屁把這個椅子拿起來 就是這個椅子的什麼 重量嘛 所以以後你只要看到東西 有露出水面 就是代表舉起來 這個浮力的感覺 你不要把它想的太複雜 不要被公司也不要再管那些阿媽阿狗 你只要記得 只要東西我們在水面上看著 今天我幫我去游泳 露出兩個鼻孔 不好意思 浮罵 露出一隻腿 這個 浮罵 對不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只要記得 今天只要有露出水面 代表這個水的浮力 就是水的浮力的感覺就是它出的力氣 就是已經有辦法把它撐起來了 所以 一句話 這很難嗎 浮體的 浮力就會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 步驟 然後我們把它變完體 你管它 基本權力生意是恨不得告訴你答案的 你不要以為基本權力生意都是要考很難的題目 是因為你們自己嚇自己 所以第一個答案就OK了 那第二個呢 他說 看到看到 現在開始要考取不取 來 他說 他說 鹽水沒有飽和 我開始丟鹽巴進去 蘋果 人 蘭 浮 在 水 麵 拳起來 哦 舉還是舉 來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跟我們多吃一點挑 看到 好 這邊 再舉高眼 這樣叫舉 放低一點 這樣也叫舉 還是多舉 這樣子 你出多少力 椅子的重 舉高眼 還是椅子的重 開始 開始 這樣叫做浮力色的輕水 欸 國中浮力色好像不能賣 賣有鐵的東西 可以嗎 浮力色沒有彎 沒有彎 還是不彎的 沒有彎 等一下 記得 提醒我 好 所以很簡單 很簡單嘛 你告訴我 從頭到尾 蘋果都是浮著 所以 你看題目 蘋果所說的浮力會怎麼樣 都是他的什麼 物重 好 一句話就好 其他不懂都沒關係 你看 基本學一直考得多可愛哦 所以 蘋果的浮力從頭到尾都物重 所以他有沒有在增加 A 錯 好 B A 有資格 候選人 留著 蘋果的浮力減少 錯 過 好 現在只剩下B根珠了 來開始 同把他拿出來丟 我現在教你們的是進去拿分數哦 人要學聰明一點 我現在不理解 如果是個答案 不讀書的同學 連舉不舉都不念的 進去是ABCD亂猜 可是你現在已經 比他高不高了 你已經踏出第一步了 什麼第一步 你至少你聽隆恩的話已經選舉不舉了 你已經怎麼樣 消去 兩個答案了吧 剩兩個答案 來 call out 可以call out嗎 在裡面打手機給我嗎 不行嘛 但是我問你 至少 你的未來 怎麼樣 機率已經 成功的機率提高了 來 兩個 丟通吧 那注意哦 真的要丟通吧 啊如果進考場沒辦法的時候 你要不要丟 丟啊 真的假的 啊丟怎麼丟 欸你不要真的拿 有人 有人連猜答案都沒有技巧 真的是 哦 那不知道是這樣嗎 他拿了一支原子筆 拿到上面寫 有的他什麼 ABCD他用降肥 或者是用槍名擦 啊還有人說他們帶骰子 這都不對 連猜 連猜都不會猜 猜是幾個面 六個面 在我們機率學以後 你去數學會學 六個面這個不能拿來東西 A 1是A 2是B 3是C 4是D 那五個再來一次 6不是理解 怎樣 所以你看連猜答案都沒有數學的概率 你怎麼會成功耶 這麼丟 紅板拿出來 有沒有 紅牙都媽都兒 來 激素偶數 其他機器 好 人頭 10塊 激素偶數 他告訴你激素 現在不用激素了啊 你看 我們本來是不是要激素偶數 我講跟你講連猜都有技巧了 好 這裡是1 2 3 原來 沒有完全沒有讀書的同學 來 激素偶數 好 激素 然後偶數就消掉 他還要再問 好 請問1還是3 是不是要丟兩次 可是我們現在呢 現在我們答案只剩下什麼 蛤 只剩下B跟豬嘛 你只要問他意思 好 紅牙公媽祖婆 好 我好教授 不太多 請你支持 一邊就好 講給你們笑一笑吧 為什麼 你讀書如果沒有技巧沒有方法 你還跟人家進去考試 你不要笑死人了 你以為紅牙真的讀書讀那麼多 我進去邊寫邊猜邊猜就進進中 沒有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誇死了 當然你要讀一點 讀一點就是這個東西 你最基本的要費 懂嗎 至少現在你剩下兩個答案了嘛 懂不懂意思 原來你是完全對題目沒感覺的 現在已經剩下兩個答案了 有沒有進步 有了嘛 讀書就是這樣來的 那今天如果你還在意面下 你第三頁你的密度不不不啊 那個教你們現在來不及 我教授一個道理 你配上公司幹什麼 還沒好啊 懂了沒 好 舉不舉 那現在你看喔 B的答案 他說 蘋果跟離子所收的福利不變 好 蘋果所收的福利不變 離子所收的福利增加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好了啦 蘋果叫做什麼題 福體 離子叫什麼 成品 如果答案你去選B的話 那我告訴你 那個叫取跟不取都一樣 你想有可能嗎 舉跟不舉 感覺差很多喔 所以你告訴我 到這個時候 你都不讀書喔 你只聽洪安舉跟不舉而已喔 你都不會選答案 你知道什麼叫做智慧嗎 我有沒有叫你福利 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叫你 懂不懂 這樣子有沒有信心 把你的聰明才智拿出來 你看我講個笑話 我都沒有講 你們都聽得懂好奇怪 我智商那麼高 我連我自己都講什麼 我都聽不懂 那你們竟然可以聽得懂 這樣能不了解 懂了沒 所以以後只要看到福利 看到福利的題目 第一個要想什麼 取跟不取 只要東西露在水面的 它的福利就在於什麼 目中 很難記 你記起來很懂 我沒有辦法 我不會去這 主任 你敢記一跳 懂不懂 懂得舉手 爸爸還好 繼續 好 來喔 你看喔 94年 94年是考離子蘋果 你看90年考什麼 考一塊木頭 你告訴我 90年如果你寫過這個題目 你94年去考你不會 都不會死死 所以你告訴我 一塊木頭浮在水面 這個題目在考什麼 舉不舉 舉 舉嘛 他告訴我 他說我開始加食鹽水 不好意思 加食鹽水之前舉 加了食鹽水之後還是舉 請問答案多少 福利是什麼 福利 欸 這樣 這麼好 福利不騙的只有一個 不好意思 不知道為什麼答案都會寫 那我在講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答案已經選西了 你還不知道 蛤 為什麼選西知道嗎 他不知道啦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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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料換你錢 現在 是還沒有加食鹽水 加食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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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錯喔 不錯 不錯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有沒有FU 知道沒 好囉 來 繼續 基本學題車 我告訴你啦 講完之後你就覺得他不值錢了啦 對不對 你敢不敢去考題車 絕對的 而且考得很高興 你看喔 潮通 從小又很聰明 啊 你哩哩哩哩哩哩 開始哩哩哩 他故事講完了 好 他在講什麼知道 小時候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就是一頭大象 很重 那時候沒有那麼大的襯 不是像現在高興公路有地方 如果有地方的話 那潮通就不聰明了 他就是把象牽到船上去 撐一次 然後改用石頭 對不對 這個故事聽過沒有 聽過齁 五年級車都沒有跳過 八年級車都沒有跳過 現在聽的都是文物故事 有沒有聽過 有喔 好 故事聽一下 那我理 大象牽到船上之後 大象在船 上面 整體 這船還是土 沉下去 那被死相 對不對 是不是還是土 好 親愛的同學 來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他說 來喔 快點喔 當大象這92年 你看90年92年94年 我告訴你 如果基本學力測驗出題的老師 讓我這樣上一堂課 我告訴你 他真的會羞愧而死 怎麼出這麼沒水準的題目 這是解開機車的密碼 這樣子有什麼了解 你看喔 他說 他剛剛說 只考慮地的大小 來 大象所受的重力 只有你頭大象 等於船在大象所受的福利 來 這個題目以後 你要注意感 感覺很清楚 來 來 離死椅子大象 這是船 來 來 快點啊 稍微替換一下 不然他很累 等一下飲料都不完 變成這樣 來 幫忙一下 你移過來好了 你椅子移過來 欸 這是大象 它是這艘船 現在的題目 你知道它是什麼 很多人是國文出問題 大象所受到的重力叫什麼 大象的體重 第二句話講什麼 船在大象所受的福利 它講什麼 它講什麼 船加大象的重 離死椅子大象 好 離死椅子船 剛剛我問你 這個大象 大象加船在水 所以後面那個答案是什麼 船在大象 這個不是考國文 這個不是理化的問題 這是國文 第二句話是 A加B的重 前面 大象所受的重力 這只有A 就是大象的體重 國文 A有沒有等於A加B 所以這是國文的問題 雖然它們兩個都是舉 它是船 它把這個 舉起來 我再把它跟它 舉起來 我所承受 這是我給的福利 是船加大象 所以A不對 再來 來囉 大象所受的重力 等於船沒有在 大象所受的重力 這個答案你看起來 就會什麼 看著就 有沒有 認真看 就不會去選它 懂嗎 好再來你看 C 大象 與船 整體 所受的重力 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繼續念下去 你就會發現 A跟C的差別 這在考什麼 告訴我 我去吧 郭老師 你這是大象 啊這是 來呀 啊這是木塊 啊怎麼都一樣 都一樣 了解沒 你看 這就是基本確定的特色 它可以改大象 改的意思 靈活 但是靠的 靈活 你看再來 第二題 下列有關石頭 大象 船的重量關係 他說 大象 來囉 因為曹操聰明 就是把大象拉起來之後 上面船開始擺石 他在這邊做一個刻度 他在這邊做一個刻度 然後就叫 好 士兵把這些石頭放下去 然後船就開始我們駕沉 沉到這個刻度 好 停 那你告訴我 這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石頭的重 剛好就是什麼 大象的重 那這個根本不用 鼓勵泡頭 曹操聰那時候好像太七歲了 小學又是一 小學一年級 那你們是已經過山了 應該比他會 會不會承認你比較的 家裡有沒有比你還沒有上 散播一年級 還沒有上小學一年級 對不對 這種題目你還需要 還需要用公式嗎 這時候石頭的重就是什麼 大象的重了嘛 後面什麼 大象的重等於石頭加船 然後船上的石頭 大象的重又等於大象跟船 就在考慮什麼 好像在考慮到老頭的一樣 你看嘛 我現在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大象是A 船是B嘛 那上面如果我們用石頭 石頭上面一堆石頭 一堆石頭不管 石頭的重量是C 現在是什麼 A等於C嘛 對 如果你要用數學的話 就是這樣 而如果沒有的話 你這樣唸下去 你會知道 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是什麼 石頭的重 可以說 大象的重 這麼明顯 而且還擺第一個點選 有沒有 我會不會叫故事 我會不會叫故事 我知道自己去看故事 好 那現在是啤 啤酒 英文什麼啤酒 米 我們的元素不好 沒有三個字的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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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啦 沒錯啊 你是我的寶貝 寶貝不是是EA嗎 對不對 好 2A族就是正二 EA族就是正一 先教你幾個簡單的就好 你就化學史就會認 然後最後一行叫做什麼 最後一行 最後一行 有自閉症的 後星期不跟人家講話的 後星期不跟人家反應的 海林阿哥三當 這個 我們古年級生都聽過啊 那你以前人士就差不多了嗎 海南亞克 先東 海林阿哥三當不管 你只要記住這三個就好了 海南亞 要是這很難背 怎麼會難背 台語唸得好就會了 這叫什麼 我以前當先騙的時候 這叫凶 好久沒念了 現在變得很好 這叫什麼啦 奶 奶的台語叫什麼 你 奶會不會 奶會不會 奶 奶 笑話都聽得懂 背不起來 奶就是你嘛 啊 你就是 NE嘛 對不對 啊這個啥 牙 A 喔 多一點 牙巴 牙巴是哪一字 這牙 A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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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一行 刺逼站不要跑 倒數 倒數 倒數第一行 太漂亮了 一定要記 倒數第一行 女生喔 女生一定要背起來喔 叫做 佛 綠 秀 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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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你的男朋友散愛 不用擔心啦 我只要讓你笑一遍 好 我現在還沒聽懂 會你聽不懂的翻譯 喔 佛綠秀典 給你笑一遍 修可是很行 修修我 小朋友跌倒 喔 媽媽就修修了 啊 你跌倒 啊 阿納我來修修 佛綠秀典 來來來 很重要喔 這一行開始 他會跟人家反應的 所以倒數的是負面 所以隨便都在一起 你只要讓他的正負號加起來 等於自己不是滑雪石 只集三行而已喔 前面的 帶金字旁的 對不對 有陽剛氣息的正面 後面 給你笑就好 對不對 有點像女生 那 自然界只有我們人類就會搞假而已 聽說有這樣的動物學家 想要證明說獅子也會搞假 我還沒看過 那是我們人類自己好 太自由了 所以老朋友就會懲罰 我們給我們一些 奇怪怪病 好 所以一定是正跟父 注意喔 只有正跟父 你不會正跟正在一起 那就搞假也不會 一定正跟父 在你們國中這邊念就很厲害了 所以我先來問你 現在化學師就會寫 現在化學師就會寫 點化那 怎麼寫 我心裡看你們的元素都沒看過 點是什麼 點哀嘛 背老師點到名字裡點 阿唷阿唷阿水啊 那不是點就哀 點你 來點哀 阿唷阿水 點就是哀 好 點化那 名字這樣唸 這樣寫過來 N A I 好 先寫好 先把元素不好判出來 正義的 負義的 誒 剛好 正義負義加起來多少 不要寫 不要寫真的舒服 化學師就這樣來的 不要看到一個背一個 那是背往父母 我父母知道什麼意思嗎 這樣我們都知道 從晚上背到天亮 然後天一亮又忘掉 喂 馬克王 再來 綠化美怎麼寫 綠化美 佛玉秀典二 綠是什麼 CL 美 阿妹 MG 所以來 綠化美 倒回來寫 要美先寫 綠 他正幾 二 他不及 負一 正二跟負一不行 所以誰要乘以二 這樣子來 他是負一嗎 我要兩個才能跟你們當附對嗎 這樣懂不懂意思 懂了喔 一定要會喔 只要會這個就好 基本選定現在只有一題 你不要每天都在背這個 背到很高興 希望整個考驗都考這個 不會 你去看DJ考定 每年都會有一題 做得也剛好你認識的 這樣做 很差別啊 人家讀四個 他也是選對 我只讀一個會選對 你瞄我 多厲害 懂不懂意思啊 基本權利測驗 我跟你講你不要怕他 你如果越怕他 會越成就我們那些 台北市的那些 教育部的那些官員 那些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他們那些是在學北冬村啊 就把小孩子整了 齊花了 滿足他們的成就 欸 等我講 進入更年期的男人都會 我沒有你管 我才青春情 好 喂 好來 故事開始囉 所以這個東西 來 記得 寫好 只要是EA組的 什麼叫EA組 理鈉甲 你的化學式名字裡面 不管你認不認識它 只要什麼 硝酸甲 硫酸鈉 齁 只要金屬裡面有EA組的 我告訴你 挺好喔 EA組的 全部 都會 溶於水 你不要一個一個背行 我隨便寫你都要隨便會喔 來 龍不龍一腿 龍 龍不龍一腿 龍 反正閉著眼睛猜都會 你要看到這個男的 這個男的只要是EA組的 就是龍一腿 可是會口這個 不要帶我 只要是EA組的 理鈉甲 一出現 不要懷疑 這樣子夠用了啦 走路有風了 好 那接下來 我要你們記住 第二個 你只要抓住這個喔 不然如果你說老師 這個好多我都背不起來 那我再教你更簡單的 你只要記住這個 啊沒有念到的 全部都溶於水 這樣關擋喔 老師會跑你 龍不水的不容易水 不容易水 不容易水 國中如果這個在 沒有記好 到高中你就不要混 你高中就多 你一定要記住 剛剛我師傅教你EA組 E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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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活動把他簡單一點 當他去遇到 油酸的 遇到炭酸的 高中會講得比較細 現在不要跟你們講 講越多你們越亂 你就是把他簡單化 就好 基本學習車禮 可能明年又是全國聯車 裡面還得夠用了 走路有風 當他們兩個遇到的時候 就是白色沉澱 再講裡面 2A組 哪些是2A組 裡面該什麼 因為他都是負二將 負二將 你們國中學到的 你們國中學到的 這個叫做 原子團 好多個 秋成一團而已 帶負二的剛好是這兩個 這兩個剛好跟2A組 只要他們兩個一碰到 天雷共洞帝國 一發不可走死 這時候就會產生白色沉澱 好 記好了 我現在問你 隨便問你們隨便問 來啊 我現在寫詩的 你只要告訴我 容不容於水就好 龍不容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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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 是嗎 是 這個 這是什麼 紅 紅 2A組唸一遍 李美蓋斯被紅 要看一看 這是什麼 紅 2A組 李美蓋斯被紅 龍不容 看有沒有在2A組 龍不容 再來一次 龍不容 很多同學最後問到傻眼 龍不容 沉澱不沉澱 什麼叫沉澱 沉澱就是 龍還是不容 不容 啊龍就是 不沉澱 不沉澱就叫 龍 那是 不要再問了 有什麼好亂的啦 來 龍不容 不容 不容 辰不成天 再問一次 龍不容 確定不容 什麼時候才不容 2A組 再來問一次 2A組 2A組有哪一個 皮美蓋絲貝雷 這叫什麼 這叫我 那妳想要真笑 鼻子那種皮美蓋絲貝雷會不龍 啊這叫童 啊童不龍 童不龍 龍啊 沉澱不沉澱 龍就是不沉澱 我這真的很可愛的那一片 龍不龍 不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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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2A組 所以管他的後面不要管 2A組一到誰才會 2A組一到誰 2A組一到誰 硫酸 碳酸 他是誰 你們喔 你們喔 不能看到長頭髮了 就要去跟人家打散 結果小姐 啊妳想要做什麼 對 留兩臉鬍子來吃檳榔 你只看到他長頭髮 啊後面這張 有一個酸酸酸嗎 龍還是不龍 龍 要什麼時候才不龍 要什麼時候才不龍 兩個要都有啦 不能只看一個 要2A組再遇到誰 硫酸碳酸 才會什麼 沉澱 只要不是全部都猜什麼 我講個還不夠清楚 再講一遍 只有遇到2A組 在遇到硫酸跟碳酸 碰酸碰在一起的時候 叫做沉澱 其他的 全部都猜什麼 龍 啊那有夠清楚啊 沒有 沒有 啊終於 你看 沉澱 可以完了 會不會 還是不龍 好難的 什麼叫龍 什麼叫龍 這一杯是龍還是龍 哎唷有沉澱 懂嗎 這就叫龍了啦 知道沒 喂 這種東西還感激不到 我反應還還OK 好 現在就不能摔倒 摔倒就 哎唷 好喔來唷 看喔 還沒完喔 這是第一個喔 龍不龍已經教你了 什麼時候不龍 給我出來 其他的都 OK OK 好 再來 你們 底化喔 這些分數一定要拿到 這些都是很好記 氣體 氫氣跟二氧化碳的產生 很多同學很怕重點 怎麼樣製造二氧化碳怎麼樣製造氫氣 你記都要記起來 你如果不清楚回家可以做實驗等一下叫我 你看 這個特色在哪裡 在酸鹼鹽裡面 出現一致 然後 後來又在我們的金屬 火性那邊又出現一致 所以這種題目喔 在很多章節都出現了 我告訴你幾乎每年都會有 因為這是實驗裝置 來 什麼樣會產生經濟 注意喔 注意喔 一定是 國性大的 金屬 國性大的金屬去遇到 酸 這個是 來 什麼時候會產生二氧化碳 來 碳酸 碳酸加 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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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酸 所以 今天 氫氣跟二氧化碳在國中課程裡面 最佳的金屬 就是酸 鹼 在這邊 只要 來 哪些是鹼的 很酸鹼的東西 對不起 哪些是酸的東西 你記住喔 酸 你告訴我老師我背不起來就是因為你的體脂 我告訴你酸 只要想到全家 你家就是我家 酸 你就記住 這母子三個 這三個酸你要記住 硫酸 硫酸它有兩個寶貝兒子 一個叫硝酸 一個叫鹽酸 為什麼 因為它叫化學子 化學的媽媽 那化學的媽媽 她嫁老公嫁兩次 第一次生下來叫硝酸 後來當國防護照 第二次 嫁的老公比較不成才 生下的兒子 DNA不好 洗廁所 廁所所上 叫鹽酸 阿真的阿 這不是我掰的阿 他們真的是有母子關係阿 所以 硫酸硝酸鹽酸記得起來吧 簡單 要幹嘛 這個 強酸 你會不會拿來喝 不用這麼難過吧 強酸絕對不可能拿來喝 拿來碰出 但是有兩個弱酸 很簡單 日常生活中已經碰到它 吃麵的時候會用到 醋酸 來 喝飲料的時候 所以這個都可以放到嘴巴裡面去 你把這個喝到嘴巴裡面去 所以酸很好背嘛 三個強酸就是一家人 他一家都是酸 後面還有更精采 來 賈娜 賈娜 賈娜幹美女 賈娜幹美女 這三個 銅鎮鎮 好男人 這三個就好 來 來 這三個是什麼 第四年 統一金 講張波 怎麼會這樣 第四年 還怕看美女 藍臉的黃色思想 來 記住好 排名前五名的 活性最大的 就是 甲阿甘明 後面 注意喔 後面五個最弱的酸 叫做瞳孔靈活金 對不起啊 有兩種背法 如果我們現在後面有教育部的官員的話 我就會叫 叫做 總共一百金 但是如果沒有教育部官員的話 就會變成統一金 所以 考試只會考統一金 他不會考你這個統一金 你知道嗎 我們教育不是有場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人話 我的教育影片裡面 如果說 欸 我會看 欸 媽媽在做看 欸 甲阿甘明明 統一金 欸 這活性的教什麼 欸 欸 真的我不願意喔 我做一個影片照講 我會開玩笑 現在 教育部給我這樣子 然後我會演這一張 未滿是發生不能看 好啦 我們這裡就記得起來啊 就是好方法 好 那我現在來囉 什麼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不要背 要背背的玩 只要把後面五個尾巴 魚尾巴去掉的 你沒有背到的 全部都是活性大的金屬 所以代表那五個就是什麼 活性很差 哪五個 統統一國金 簡稱叫做統一金 對不對 那我現在問你 來喔 十秒鐘你就會囉 來喔 心 加油酸 臉 加油酸 鋁加油酸 鋁加油酸 那老師先一下 我來用考一樣的東西 以前我還沒有教的時候 你看喔 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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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 company 鋁啊 所以注意喔 只要看到親戚 你就要記住 為什麼我要跟你講道理 不是說背起來就好 你有沒有發現 酸的特性他們都會有個什麼 National 我的名字 鋁 我告訴你我的名字有多偉大你知道嗎 真的啦 你告訴我 生物裡面 這叫什麼 安靜 有毒 很臭 體空氣氣 再來 胺基酸 很偉大 合成蛋白質 沒有蛋白質 你就死人一根 酵素啊 激素啊 都是胺基酸 會不會偉大 還有一個 全世界最偉大的那一根 叫做 胺根 笑不笑出來 大聲笑笑 國中課程裡面 原子團在正殿的 就只有他 味道 這才是一話而有 你知道嗎 在世界地理裡面 土耳其最有名的羊叫做什麼羊 叫做 安哥拉雅 全之間最長的山脈是什麼 你知道嗎 叫 安地列斯山脈 我們的火層眼有三種 一種叫做花肝眼 第二種叫做 安三眼 紅安讓你當靠山 說得了 太多了 對不對 這是 天生下來就是要吃這樣 好 所以期待的朋友 你告訴我 這會不會忘了 再講一遍 產生氫氣 為什麼會產生氫氣 來 因為氫在這裡 銅在這裡 氫在這裡 是因為我們沒有把它寫出來 因為它剛好 佛姓是排在這個氫的最後面 剩下的全部都是比氫來的大 自然界的定律 都是佛姓大渠代佛姓 都是佛姓大渠代佛姓強 都是佛姓大渠代佛姓強 我有一個同學 當時候當熊東的時候好朋友 他有一個七倍竹馬的女朋友 當時我就跟他講 我說 好 你要小心 我不是會算命 因為我一直看到那個 好 有那種症狀 因為到高山的那一年 他跟他的女朋友每天都說 哇 親親我我 然後就到圖書館 然後就是讀書 可是他讀書 人家女生是真的認真在念書 他每天都是在那邊坐 那一年我們一起追著女孩 那我做那種白癡夢 結果那女生上台大 他後來讀到私立的 那也可憐 他女生就跟他講 沒有關係 你認真念 你重考 因為那時候你重考很流行 我在台北等你 同學 所以你要小心 當時我們已經 好像我們那時候上高雄醫學 我們在高雄練 那因為他在高雄重考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是 對不對 都很麻糬 還賣死都還有 謝謝 重考很愛 後來 欸突然間 音訓卷入 那有一天他真的是忍不住 就到台大 在門口 眼睜睜 血淋淋的 看到一個慘不忍辱的 有一個同學騎的那個 我們當時最好的車子 喔 追風 追風 他的名字叫追風 當時已經算很引他的車子 我騎的是越野車 雖然我們身高不整高 再下來也是170公分以上的 好 他就 喔 嗯 他本來 他女朋友走向門口 他本來很快 我希望給他一個Subscribe 欸 怎麼那個男生拿安全帽給他 他戴上去吧 嗯 所有的一切眉毛 後來打聽下來 原來那個男生是台大醫學院 醫科 這叫做火性大區代火星前 人家讀醫學院 對不對 後來人家是他醫生娘 對不對 啊跟你呢 跟你一輩子可能要喝兩水 也是那人 也是一個娘子 當然他就被取代了 所以各位的男生 這個故事告訴你什麼 不要去迷偶像 天生就要當佛性大的 假爸 咖啡 還能當佛性大的金主 你不要去當那個統陰金啊 你永遠都被取代 知道嗎 所以你看喔 故事是這樣來的 這叫佛性大的金主 因為他的佛性比青來的蛋 所以這個青就會被幹掉 這時候就會被趕出來 就是他的馬子 你看這都是他旁邊 本來青的馬子都在這裡 結果這個馬子 移情別戀 看到人家活性大的金主 齁 就可以拆他一顆水 那你聽到喔 這個都是化學的原理 人生道理都一樣 所以學完理化 可以了解很多的人生大道理 就會充滿 很大的力氣